眼前这个白发老头每天对着镜子 苦练他的八块腹肌 目的就是在末日之后能找个漂亮老伴 一个心怀鬼胎的士兵找到他 后面的事情你就会知道这个老头有多坏 当丽莎打开门 惊恐地发现老头等人已经被挟持 胆小的大使也成了共犯 迈克今天要做一件大事 就是审判谋杀少校的丽莎 他很聪明 赶在机长等人不在地堡的时间 丽莎也就没有了帮手 当看到监控录像时 丽莎才知道自己坑杀少校的事情已经暴露 这件事只有他和机长知道 虽然锁住少校为了救大家 可一时间难免会产生误会 此时机长等人还不知道地堡中的情况 呼叫了几次也没有得到回应 为了挑拨离间 迈克单独审问起了丽莎的同伴 安娜表示 如果真的如视频显示那样 少校的死也是活该 因为他曾经见识过少校的狠 科学家不相信丽莎会杀人 黑妹不清楚情况也不敢乱说 当被问起为什么锁住少校时 丽莎也没有隐瞒 因为当时她也不知道胡子男等人走错了方向 老头是一个两面派 但这本就不是公平的审判 迈克选择在机长等人不在的时候抓了丽莎 就是想让他孤立无援 接着将他们关进了小黑屋 除了老头 其他几人都选择支持丽莎 老头一直认为杀人有罪 其实这个人就是缺乏存在感 没事就想搞点事情让人注意他 即使明知道是错的 他也毫无底线 士兵迈克就抓住了他的特点 打算好好利用他瓦解他们的心理防线 先是举行了一场派对 和大使称兄道弟 告诉他上校死后他就是这里的老大 谁惹他 他就弄谁 大使只能乖乖听话 然后叫黄毛将老头和科学家带了过来 让他们带上一个拳击手套对打 这招真的是阴得很 老头本就是软柿子 面对迈克的威胁不敢不从 朝着科学家一顿小勾拳 科学家不停躲闪也没忍心伤他 这种不杀人且攻心的方式 彻底激怒了科学家 越过老头一拳打倒了迈克 可迈克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没几下就将科学家打倒 老头也被吓破了胆子 乖乖地站到迈克的阵营 成为了他们的狗腿子 迈克安排老头给丽莎送水 丽莎并没有埋怨老头的背叛 反倒是希望老头能帮他搞到一把枪 等到了晚上再将他放出去 然后用枪要挟住士兵 直到机长等人返回 老头表面上答应了丽莎 背地却将丽莎的计划告诉了迈克等人 这老头子真是坏得很 两头都不想得罪 与此同时 为了不让机长等人起疑心 黄毛将丽莎带到了外面 用枪指着他的头 威胁他联系机长等人暂告安全 可没想到丽莎突然一脚踢中了黄毛的下半身 趁机大喊着地堡出了问题 人们都疯了 叫他们快回来 还没说完就被黄毛按倒 然后从里面反锁了大门 等太阳升起 让他自生自灭